2月1日到5日,五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量的雨雪天气 在西北地区东部、华北、东北还有黄淮北部等地还会有降雪 在黄淮的中南部、江汉、江淮西部、湖南的西北部、贵州中北部等地将会有雨或雨加雪转雪 上述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道大雪 然后部分地区有暴雪,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有中道大雨,部分地区是有暴雨 同时伴随比较大范围的雷暴天气 在1到4号,在河南的南部、湖北、苏晚的北部、山东南部、湖南的西北部、贵州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冻雨天气 其中是在湖南的西北部、湖北还有贵州的东部这一带 它的冻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,而且冻雨的强度比较大,需要引起关注 那么此次过程是影响范围广,累计雨雪量大 持续时间长,冻雨面积还有强度都比较大 总体为2009年以来冬季最强,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 那么我们已经于31号开始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并于今天中午发布冰冻橙色预警